大家好,我是彭慧珍 港股在星期一整体走势都比较偏弱 主要都是因为外围方面,包括美股方面 在上星期五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 主要是投资者担心美国的PPI数据都挺强 引致有机会加快收水的力度 都令到美股先行下跌 拖累着港股ADR那边 在上星期五下跌了差不多200点 其后来说,亦有更多关于 对互联网企业方面的监控加紧 令到市场都继续担心 而现在来看外电消息的指 腾讯和阿里旗下的平台 需要在这个星期五之前 落实开放平台给竞争对手用 再加上市场都看到 现在的时间 整体对互联网的巨头 就会要求他们 继续落实去保障员工方面的权益 都令到大家来说 继续担心 继续有很多监管 影响到整个投资气氛 港股在早段的时间 曾经叫做低开后 跌幅接近600点 令到整个市场 在下跌的时间来说 曾经一度跌下去 挨着全日低位 跌过25570点的水平 但其实收市时间 跌幅稍微收窄 令到全人来说 只是下跌是392点 跌幅来说是达到1.49% 其实以现在去看回指数 都仍是继续受到外围的消息影响 大家都很担心 互联网的整体平台 会被加大监控 影响到他们的未来发展空间 在短线里面 我相信这个情况 暂时很难消除到 但是看到市场的整体反映 跌下来 都起码看到 投资者不会是真正的理想 因为 看回恒指来说 今天在收市的时间 仍然是录到一个 正的资金流入 整体上 仍是有接近10亿的资金流入 当中来说 大户的投资者 仍然都达到10亿的资金流入 都显示着 现在来说 跌下去的时间 投资者都愿意去闹货 很可能反映着 暂时的行事 跌到暴力加通道的中族 在之前跌穿了之后 就修复了 这段时间来说 都会维持在通道附近 继续配回 不排除 看到整个市况 仍未有一个新的方向 尤其是现在去看 暴力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差不多 仍有1500点的上下波幅 很可能都需要再进一步 即是叫做收集的波幅 令到高低位来说 可能只剩下1000点 才会令市场真真正正突破 现在来说 整个指数 都会继续在2500点的水平附近 是看到一定的支持 但是如果升上去的话 去到通道顶 亦预计整体阻力会比较大 但投资者可能短期内 都只需要继续找一些个股去看 短期来说 我们看一种的 浪人股 似乎都是一个市场的 避险的一些工具 因为始终来说 他们的整体股市低 再加上他们本身来说 也有一个比较好的 息率 都成为 投资者在短期内 做一个避险的投资港 投资者可以留意 是浪人股的整体手势 是浪人股的 是浪人股的 是浪人股的